寒流到了 想要来锅姜母鸭或者羊肉炉温暖一下吗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给您的就是鸡羊大PK 看看到底是谁最补 我们首先呢带您到桃园龙潭品尝一家 开了20年的姜母鸭 这的姜母鸭吃起来不燥热 因为老店不用麻油 是将鸭肉用温补的中药材跟米酒一块炖煮 不分季节 这里的人气都是旺旺旺 大太阳底下一大群黑到闪闪发亮的鸭子 悠闲的梳枕羽毛 一会儿摇摇屁股 一会儿吃着饲料 仔细看看一只只鸭子 黑色的脸上全都戴起了红色的华丽面罩 就像准备参加化妆舞会一样 这是俗称的后面翻鸭 现在再往前走 屁股一直摇那个 那个也OK 其实已经是 它现在就是在宣誓它那种 我是一只沉鸭 羽毛闪闪发亮 屁股不停摇啊摇的沉鸭 在一大群鸭子里一眼就能辨别出来 她是老板娘郑明珠 养鸭资历超过二十年 堪称是扑洛级的养鸭达人 以前乡下的话 有人在顿骨的话 一定就是用这种黑色的红面翻鸭 所以我们自己要做生意就要自己养 不同于一般常见的白色菜鸭 这种红面翻鸭因为成长齐长 饲养起来回收慢也相对不容易 而这名猪所饲养的红面翻鸭 全都是用来提供自家卖的姜母鸭 不是假日巅峰时代 位在桃圆龙潭的姜母鸭老店 虽然看似不起眼 但户外的小白屋里 每一间几乎坐满客人 而很多大老板们开着黑头冰室车 也要来尝尝这么一锅姜母鸭 它是用那个中药去体验出来 所以感觉上吃了那个肉很Q 不会说这样热热 所以感觉上非常好 口味受香味祭前 闻香下麻 不吃会后悔 不吃会后悔 从大老板到小老百姓都爱吃的姜母鸭 除了来自于不怕麻烦的老板娘 坚持自己养鸭来维持品质 八个月大左右 六斤重的鸭子 皮薄肉多肉质细致 师傅依照鸭子的部位 连皮带肉后切成块状 姜母鸭之所以受到客人喜爱 还有另一个原因 老板娘坚持不像一般店家用黑麻油和姜片拌炒的做法 她在锅里加入人生区 当归枸杞等温补药材 还有米酒老姜用来去腥体鲜 吃麻油的话除非是你比较冷戴的人 就是看韩性的人才适合吃 你如果说一桌客人里面只有一个韩性的九个不是韩性 所以有很多老人家一来就说我不吃姜母鸭 因为那个有麻油吃了会燥热 我都会跟她说我这个绝对不加麻油 米酒 老店的姜母鸭不用炭烧 而是用快锅熬煮吃的是单纯的鸭肉原味 20分钟过后一大锅热腾腾的姜母鸭 呼呼冒着热气 黄澄澄的高汤混合了鸭油中药和米酒香 喝上一口身体有多暖和 这下客人在寒嫩的冬天里 只穿了一件背心就来尝鲜 这个汤头好味道好又不会照热 比较温补啦 吃麻香出汗了 一般的像外面的它是用炒的比较照热 这边比较不会照热的 它是中药饮 小朋友比较难接受 对 比较好吃 那一般呢 一般都是炒麻油啊 有酒味太浓了 小朋友没办法接受 炖煮到熟透的鸭肉一大锅分量十足 吃起来弹牙不色 吸收了汤汁之后鸭腿肉质饱满 站上用鸭汤调和的哺乳酱汁 浓郁滑顺 客人吃到顾不得形象 食指并用猛客也毫不在意 一般外面的酱母鸭的肉质 没有这么口感这么好 它是整只炖煮的 所以它的口感有进去 所以吃起来你会觉得 非常的很Q 然后肉质也非常的甜美 单吃姜母鸭觉得不够过瘾吗 还可以搭配各种火锅料 鸭血豆皮吸饱了汤汁精华 吃起来滑润鲜嫩 而乍看起来像是购丸的小丸子 则是用鸭肉做成的Q嫩弹牙 招牌的鸭肠涮入汤里 等到肠子边边变成 卷卷的模样赶紧起锅 爽脆又娇劲 现场吃不够过瘾 还有客人外带准备在家 享用一份姜母鸭大餐 今天买了多少钱 1400块钱 是特别买回去煮的吗 当然是 特别好吃 因为它这个 你看刚进来的时候 就闻到好多的香味 你看到 而且吃了以后 不会很燥热那种感觉 而来到这不能不吃的 还有这拌入鸭油葱酥的 手工面馅 单吃香气十足 短短的面馅超级弹牙 淋上热汤热热吃 面馅和汤头也很对味 可是他们说 来到这边没吃面馅 好像不想回家 但是有个客人就是 买完了姜母鸭 他就站在那边 我说我都跟你用好了 可以了 我还在考虑 要不要吃个面馅再回去 他说来到这边没有吃那个 会觉得好像缺了油味这样子 姜母鸭汉 现在的老公赶快来吃哦 太好吃了 有感靠着种田养鸭为生 在客人的要求之下 卖起自制的姜母鸭 二十多年来坚持从养鸭 到料理不假手他人 不添加麻油爆炒的做法 吃来不揍热 让老店即使位在偏僻的郊区 不分季节 人气始终望到不行